今天豪宅玩具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熊貓之靴的轉蛋 熱帶水果鳥公仔 總計五款 分別是哈密瓜 櫻桃香蕉跟橘子 還有Kiwi奇異果 就直接分享給大家看 第一個開的這一個是 黃色轉蛋 黃色裡面這一個是 櫻桃 櫻桃 Cherry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它本身除了公仔以外 它本身還有附一個這個 應該是水果的貼紙吧 不是很懂要附這個的意義何在啊 當然都開了 就還是分享給大家看 貼紙本身只有一張啊 當然就不貼了 公仔本身是這樣子 側面這樣子 然後 我本來以為它們中間這是可以分開的 但沒想到它們其實注意看它們兩個手的部分 是有拿在一起的啊 所以是沒辦法分開的 然後標籤都在下面啦 後面這樣子 這是第一款 櫻桃啊 然後再來是第二款 然後再來是第二款 這個是 橘子 橘子 橘子一樣有一個貼紙啊 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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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蕉 孔洞應該是都隨意的 所以香蕉這款的腳是可以移動的嗎? 香蕉這樣 側面這樣 上面這樣 這是香蕉 然後再來是橘色 這一款明顯的份量很重 那應該就是哈密瓜 哈密瓜 我一直到今天剛剛才看 才發現我不知道哈密瓜的英文 才特地去查了一下 哈密瓜的英文叫Malon 還蠻有趣的 上面一樣有個貼紙 哈密瓜應該也是這個系列裡面 最有份量的一款 哈密瓜這樣子 側面這樣子 後面如果單純看後面 就真的是個哈密瓜 沒有什麼特別的 上面這樣子 這是哈密瓜 然後最後一款應該就是Kiwi 奇音鳥 一樣鳥的部分 腳的部分 是另外給的 這也蠻妙的 為什麼要另外給 算直接組裝起來 欸 欸 怎麼怎麼剩 其實 大家不知道 大家知不知道啊 所謂的奇異國啊 所謂的奇異國其實在亞洲 原產地其實是在亞洲國家 然後由以前的傳教士 帶回 英國 應該是這樣吧 我其實也不是很確定啊 後 它才變成所謂的奇異國啊 以前的名字在亞洲區 其實我們講的尼猴桃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 尼猴桃就是奇異國啊 正面是這樣子 側面是這樣子 後面是這樣 上面是這樣子 尼猴桃啊 奇異國 Kiwi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考慮去購買啊 熊貓之穴的 熱帶水果鳥公仔啊 感覺 比較希望以後能不能出個流連啊 總計五款